现在是2022年的10月4号的下午 我们将开车前往梅萨维德国家公园游玩 梅萨维德国家公园又叫福德台地国家公园 建立于1906年6月29日 是美国一个专门为保护人造建筑而设立的国家公园 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部蒙特苏玛三谷和曼科斯三谷之间 面积约为21,074公顷 目前在这里已经发现了约4000处印第安原住居民的遗址 其中近400处是因为1996年的一场大火 而重建天日的 主要景点包括绝壁宫殿 云山树屋 悬崖宫殿等等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梅萨维德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 据考古学研究 在公元550年到1270年间这里生活着美国印第安土著居民 他们屑居悬崖峭壁之上 生活方式十分独特 公元1276年到1299年这里发生了连续24年的大旱灾 食物断节 人们向东逃窜 到水源充足的地方重建家园 主要居住着的阿拉萨其人最高达到了5000人左右 梅萨维德西班牙语为绿色台地 为18世纪西班牙探险家起的名字 约在2000年前 一个叫做阿拉萨扎伊的印第安部落在此建立了小王国 起初他们在坑地里盖造粗犷的房舍 成为这里最早的基居以乌龙为深的印第安人 后来为了躲避其他部落的袭击 开始迁移到峡谷两侧的悬沿峭壁间开山措施 累契墙壁构造峭壁石屋 在历史上称为峭壁居民 公园内遗存的印第安人建筑遗迹 主要有两处最集中和最大 一处是峭壁王宫 一处是云山之屋 前者约建于141世纪 建筑形式向现代的公寓分二三四层 几种规格总计有200多个房间 在峭壁王宫外园还盖有许多圆形地下室 供部落内部社交活动和竞神之用 这些建筑物虽然已经废弃了700多年 但依旧可以看到当年的建筑规格与 工艺技巧 现在我们走出了游客中心 我们放眼望去的这一片树木 大概就是1996年大火烧成的吧 有点像未来世界战争之后的那些树木荒地 看一看 蓝天映照下的树木 全部被火烧了的感觉 我们可以从这个下面走下来 现在可以看到对面的峭壁 我们知道云山之屋是第二个最大的建筑遗址 约建于132世纪 共有峭壁防射100多个 防射周围还有500多所古屋 用于静神的太阳庙 以及阳台屋 落日屋 方塔屋 雪松屋 回音寺等等 参观这些地方 必须爬金星树木的长梯 和凭借扶梯下到地下室 好像是已经关闭了 不能走到那边了 我们只能看一下这个 宫殿式的建筑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峭壁间 大的这些石屋的椅子 看到这些房子 总想到古代人好小啊 这么大一块的圆屋就是他们的聚会场所 基本上这一个 但是这个峭壁的层次是很高的 还有一些幅度的 应该是可以遮风挡雨的 躲在下雨的时候 躲在悬崖峭壁的根部的话 应该是雨是淋不到的 古时候的人的生活条件好艰难啊 这房中间的这个圆坑 我总觉得像是烧火的灶台 这就应该是他们的 一二三层不同的层次的房子吧 可以看到这一边 被挡了这一边走过去 有这些云梯 从这边穿过去 那边就有云梯可以爬的 看到没有梯子在那边 这边的壁上面 有很多石壁屋的遗址 也可以看到 比较大一点的洞械 这是原来种水稻的地方 发现水稻 人类的生活真是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科技带给了我们人类 生活的变化是多么的巨大 这个天好蓝啊 你们俩回头看看了 好蓝好蓝的天